老花姨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活问题 第一个这么说 老花姨帮我看看这个玫瑰还有救吗 说一下啊 这个叫月季啊 这不是玫瑰 然后呢 现在是水大 缺光通风炸 还没死呢 没死没有事啊 给足光照 好吧 正常干了再浇 不干别老浇水 下个这么说 百合一直户外曝晒 有翻 这个是被晒伤的吗 是被晒伤的 问题不大 因为好多话说 老花姨不是说这花不花菜 那花不花菜 你要了解 你想想现在的这个太阳那么辣 三四十度 你植物 别说植物了 就是你买个菜 我估计它都能晒成干叶子了 弄个鸡蛋磕上面都能熟 你说它能不晒伤吗 所以说呢 夏季温度很高的时候 适当的是吧 该折阳的就折下阳 别的没事 像赵伯说万花镜褪色了 是啥原因啊 开着开着它就这样了 越开越白啊 好吧 你像正常咱们一般家里边来说呢 你的一个水肥还是跟不上的 肥的开开开 颜色就淡了 那就话叫什么来着 花五百日红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夏季温度 我说老花你好 帮我看看长树瓜咋了 是不是没剪好就不长花苞 长树瓜想长好呢 一定要短日照 好的话我理解不了 就是每天只接受6到8小时左右的光照 期微的时间一点光照都没有 包括灯光在内 就是伸手不见五指 好吧 这样的话容易生出来第二波花苞 夏季温说 老花一给我看看蓝油花咋的了 修剪的那个半死不活的 也不舒展 就特别严重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缺肥啊 生长不开啊 你修剪完了不要紧 带施肥的得施肥 你没有发现新长出来叶子那种黄黄的白白的不是那么绿吗 在植物上面叫黄花病 到了人身上的就是营养不良而导致的贫血 该补肥料的补肥料啊 家里边有粪肥的话可以用一下粪肥 然后没有的话就买一些繁肥水 像是我说给我看看这蓝油花咋的了 蓝油花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你光给我这样看是问题不大 因为别的叶子好就行了 一般这种呢就是因为 欧根啊 别的没啥 也会这么大事 你谁还不黄俩叶子 你看我这个花开挺好的 它总有那么两个小花叶 啥的黄 没事 别太纠结了 好了 今天的养问题呢就简单的到这了 绝不得记得点个赞 我是老花叶 也好 最等于他们 下期再见 拜拜 嗨 嘿嘿